《天生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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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修行修行修行 渺渺之间 你说这种东西 它会自己来吗?它会自己来 但怎么样才会自己来? 时候到来就自己来 国后到来就自己来 所以你说人很刻意吗? 那我刚刚说 你现在还没特意的情况下 他都还没有主动报道的时候 你说你那时候是不是该插进香水 对 对 我讲的够科学了 所以你也不要说我为什么叫你插香水 那也是因为你缺货 没有真材实料 只能买一个香水插它了 所以 我们 生命在运转中 修行跟生命之间的关系 它是非常紧密的 它不是修行是修行 生命是生命 不是的 它是非常紧密在一起的 而这些东西 不是很刻意的 它应该是很自然 而这自然与否 跟你的认知是相连的 因为你心中的对与错 你不说 天你告诉我 这事情是对嘛 是对嘛 然后可能要持那个 有没有 那个圣杯 孝杯 是吧 需要持杯你才会知道吗 不是啊 应该在你心中 老早就有那把指 老早在你的学习里面 已经知进退 知对错 知是非善恶 那才是修行人 对 所以当你是修行人的时候 你怎么会 不知道 数十年如一日的 如法修持 怎么会一下左一下右 然后你的心态 一下有 一下没有 一下导致你好伟大 一下导致你是什么 你怎么可以如此 是不是 所以这有时候就不是 我们 怎么样来看这事 是你自己看 自己到底在哪里 这就叫做 苗苗GPS 一下上一下下走 你永远是下 正负 永远是负 就是如此 所以 因为大数据看多 人看多了你知道 经营出处的 人行行色色看多了 却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怀疑了你知道 就正负他一定是负 就口诀了你知道 就像是数学公式一样 念多了就一定是负 你说这个人 看上去就是贼头贼脑的 但像讲的时候呢 又是满嘴仁义道德 他绝对是贼头贼脑 这大数据告诉我 以前刚下山的时候被骗 被骗不少你知道 明明看上去是贼头贼脑 讲起来都人意道的 满口都是 哇不得了 都是经典 最后时间的洗礼 他就是贼头贼脑 就出了理内 因为最后是骗不了人 事实会说话 真情流露 那还真的情流露 只我刻意流露 他只会意识 他不会意识 这些东西很奇怪的你知道 但这些东西它就会对应到 你的生活的像 产生的吉祥火